先休息吧 先休息吧 这些天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到底 做错了什么 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 要这样对我 我先走了 这个坏女人 终于被我抓到把柄了 丽姐 您别生气呀 去 通知众谋 星期天举行家宴 让她把那个女人 也带上 我要当众揭露 这个女人的 丑恶嘴脸 把她彻底赶出丽家 爷爷 丽子来了 丽姨彤彤 来来来 爷爷 新礼物 伙伴店的哥哥 给我下载了 好多游戏 行费 先日坐 喝杯茶吧 爷爷看看 妈呢 只有未来丽家 女主人身份的人 才有资格 和我们坐在一起 吴小姐 麻烦你离开 芷妮 你这是 奶奶 别对妈妈这么凶 把彤彤带上楼去 哥 我不要上去 来 彤彤 我不要上去 妈妈 我不要上去 月琪 你坐过去 丽伯母 这样不太好吧 今天既然是一个家宴 你请一个外人来干吗 我请梁小姐来 意思你应该很清楚 因为月琪 很快就要和你在一起了 她就是丽家未来的女主人 所以家宴 理所应当出席 丽伯母 伯母 您今天请我来参加这个家宴 就是为了当周 告诉我这个吗 您这是为什么 你还敢来质问我 你分明是做贼心虚 伯母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我只是希望 能好好地和众谋 还有统统在一起 对于其他的 我真的别无所求 你想母凭子贵 跻身豪门 就跟我说别无所求 你想勾引向俊 我管不着 但是你想嫁进丽家 没门 好了不要再说了 我同我们走 你等一下 伯母 我记得以前跟你说过 我和向俊 就是好朋友 而且我觉得 梁小姐才是 喜欢向俊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对啊 可笑 月琪跟神在一起 岂能是你安排的 向俊以为拍拍梁瑞强的马屁 献几次殷勤 就可以当梁家的女婿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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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